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疫情防控的消息 上海市卫健委在今天早上通报昨天的零至24时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5例 无症状感染者8581例 其中71例确诊病例为此前 无症状感染者转归7例确诊病例 和7920例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